女人将玻璃珠放进嘴里 竟直接生吞下去 隔天 在上完厕所后 她戴起手套 伸进马桶将那颗玻璃珠找了出来 洗干净后 手捧着走出浴室 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在梳妆台上 自那以后 女人一发不可收拾 就连从吸尘器下的钉子也不放过 可钉子毕竟不像玻璃珠那样圆滑 直接划破了她的舌头 女人一把吐出 看着镜子里冒血的舌头 她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走出浴室 却不自觉看向钉子的方向 终是感性战胜了理性 她没忍住 冲到桌子旁 抓过钉子生吞了下去 一阵痛苦过后 她再次感受到了强烈的愉悦感 可好端端的 女人怎么会有吃异物的怪品呢 就在前段时间 女人亨特嫁给了富家公子李琪 陷入爱情漩涡的亨特 立马辞去了售货员的工作 在家专心做起了全职太太 她每天打扫屋子 学做美味佳肴 精心打扮自己 等待丈夫回家共进晚餐 可日复一日的生活很快让亨特感觉麻木 于是在餐桌上 她主动提出想在后院里种花 可丈夫一直在刷手机 并没有多留心她说的话 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 亨特肉眼可见的失落 李琪也依然没有看见 眼见没有回应 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时间飞快 结婚没多久的亨特就怀孕了 丈夫开心地飞起 公公婆婆也做东请客 好好庆祝一番 亨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 可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亨特说话时 公公强行打断转移了话题 大家其实对她没多大兴趣 话到嘴边没说出 亨特尴尬地直扣脚 她被面前的一杯冰吸引 看着亮晶晶的冰块 她直接拿了两块放进杯里 透心凉 心飞扬 亨特被突如其来的凉一手 不自觉地用力嚼着冰块 可身旁的三人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 她只能笑笑 掩饰此刻的尴尬 隔天 婆婆突然出现 吓了亨特一跳 她拿来一本书 是防止产后抑郁的 在临走前还让亨特尽快留长头发 只是因为丈夫里其喜欢 看着婆婆的表情 亨特这时意识到 在这个诺大的家里 自己连头发的长短都不能决定 等婆婆走后 她书本翻开第一页 她放下书 目光不自觉飘向桌上的透明盒 在阳光的照耀下 里面的玻璃珠十分耀眼 她打开盒子 拿起一颗红色的 随后进鬼使神拆的 直接吞了下去 感受到身体有玻璃珠划过 亨特竟觉得有一丝快感 如此的好心情 甚至还持续了一整天 因为她做到了书上 说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她为自己感到骄傲 自那以后 亨特就像中了魔咒一样 她吞下的东西 从玻璃珠到电池 再到半身雕塑 情况越来越频繁 梳妆台上很快摆满了 各种各样的小零件 医生在孕妇的胃里 取出数个区别针 电池小陀螺 而且都完好无缺 因为这是女人自己吞下去的 丈夫回家后疯狂大骂 这是女人第一次反抗 因为自从嫁入豪门后 她受尽了压迫和管束 公共婆婆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他们请了心理医生和看护 其实就是24小时的监视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此类事件 就连上厕所前都要搜身 可越是强加管束 女人反抗的心就越强 只见她走进卫生间 跪在地上 从马桶下掏出事先藏好的小零件 立马打开袋子 拿起一个小陀螺吞了下去 这几天的压抑情绪瞬间排空 在心理医生的调节下 亨特渐渐敞开心扉 他将自己的身世秘密告诉了医生 原来亨特是妈妈被侵犯后生下的 亨特为自己的身份一直自卑 而自己也一直随身携带那人的照片 他恳求医生不要告诉任何人 医生也不出意外地答应了他 自那以后 亨特的情况明显好了很多 在种花时也能忍住吃土的想法 可好景不长 接二连三的事情再次击垮了他 在丈夫的生日派对上 丈夫李奇也宴请了许多好友 亨特打扮得十分美丽 精心准备了美味佳肴 可好友的一句话 在众人面前直接倒破亨特的秘密 原来李奇早已把自己的秘密 告诉了众多好友 自己俨然已经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效果 亨特十分生气 但李奇却毫不在意 说完转头就走了 亨特看着镜中的自己 不知所措 第二天 亨特无意间听到李奇在和心理医生打电话 从他们的谈话得知 医生已经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丈夫 听到这里 亨特的心理防线直接崩塌 自卑心理瞬间加剧 他顿感呼吸困难 直接躲在床下 仿佛只有这狭小的空间 才能让亨特有那么一丝心安 护工健壮 也不再说些什么 他也趴进床下 不停安慰着亨特 静静地陪着他 等再次睁眼已经是夜晚 亨特望着窗外的景色出了神 随后他翻箱倒柜 找到了一根十厘米长的螺丝刀 犹豫片刻 他还是选择张嘴吞了下去 护工醒来 见只有自己 立马起身寻找 最终在客厅发现倒在地上的亨特 众人赶忙将他送进医院 因为螺丝刀又长又尖锐 医生不得不切开他的使馆进行取物 也就是在这件事后 大家决定将亨特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因为那里可以真正实行24小时看护 亨特不断地恳求 可公公却威胁亨特 如果不去 李奇就会选择离婚 见公公态态度如此强硬 亨特只好在合同上签字 仿称旺带充电器再次返回别墅 而护工此时也明白了亨特的处境 出于同情 他打开窗户 放走了亨特 重获自由的亨特在树林里一路小跑 很快跑到一条公路 他不断挥手 希望有好心人能带他逃离这里 如此同时 李奇发现亨特逃跑了 也立马驱车追赶 女人抓起床上的土就往嘴里散 吃完一把 又从口袋里抓出一把 没意会 强烈的生理反应让他难以忍受 他立马跑到厕所开始催土 魏林一阵翻腿后 他难受的直接瘫倒在床上 原来亨特患有严重的意识癖 因为实在控制不住病情 丈夫要强行将他送到精神病院看护 不然就要和他离婚 护工大发善心 帮助他逃了出来 他很快搭上好心的人顺风车逃离这里 随后找到一家小旅馆 看看周围四下无人 他立马蹲下 抓起两把绿花带的土就揣进兜里 进到房间后 就开始大口大口吃 深陷爱情的亨特对丈夫还抱有希望 他给李奇打句电话 向他表明自己的想法 可没想到丈夫只是假意劝了几句就露出原形 听到这里 亨特心如死灰 跳动的心仿佛被狠狠地践踏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生育工具吧 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妻子 一个任人摆布的儿媳 自己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 亨特面无表情地走下床 拿起桌上的台灯将自己的手机砸个粉碎 自己的心也跟着碎成一片一片 他瘫软在床上 直接睡了过去 隔天 还在睡梦中的亨特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他吓得立马起身 以为是丈夫找过来了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虚惊一场 是服务员询问是否要续住 亨特退房后给妈妈打去电话 表明想过去住一段时间 但得知亨特是因为吵架离家出走后 妈妈以家里住不下为由 直接拒绝了亨特 他气愤地挂断电话 这才明白 自己离了丈夫 是真的无处可去了 亨特的委屈无处可发 瞬间上头 于是他直接找上门去 原来男人出狱后 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而今天就是男人小女儿的生日派对 即使怒气上头 亨特也没有选择当众戳穿 看着眼前的男人 亨特泪流满面 颤抖着问出一直想问的话 得到男人肯定的回答 亨特哭得更伤心了 一直以来 亨特因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耻辱 妈妈的冷漠 让他一直处于自卑的状态 而男人短短的两句话 却给了亨特莫大的支持与认可 当天 亨特找到妇产科医生 在得到医生的指导后 拿着桌上的药离开了医院 随后他来到餐厅 吃饱喝足 掏出医生给的小药片 不但丝毫犹豫 直接吃了进去 这是对自己的誓言 也是对过去的解脱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亨特的不健康心理 一切源于原生家庭的困扰 从小缺爱的他 一直在苛责自己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希望每个小孩 都能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